師傅 看到這個背景啊 還有後面那開關箱 大家已經想得很熟悉 我跟你講我媽也是這樣認為 我媽剛剛問了我一句話 我們家都已經拍到不能再拍了 今天幹嘛又來 還有東西要換喔 到底還有什麼可以拍 當然有啊 房子可以展現的價值有非常多 比如說買賣啦 或是套利啊 圈錢嘛 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對嘛 拍什麼水電幹什麼東西 沒有啦 師傅開玩笑啦 我們這一集喔 就是用另外一種的方式去思考 你看我們之前有拍過T-talk 小紅書 甚至我們在FB上面看過 各式各樣的DIY 或甚至專業的師傅 做出來非常 藝術的 作品 充滿想像力的作品 我甚至真的認為 他如果沒有做這個行業 應該去當藝術家 因為他完全突破了 作為水電思考上的局限 好啦師傅我們回歸正題啦 我覺得我們自己身為DIY 專業的都會做錯了 我們這種小白一定也會做錯 所以我們整理了幾種 常見的錯誤 讓大家知道一下 沒錯 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插座篇 好 這就是我們的插座 對不對 一般我們在更換這個插座的時候 大部分比較容易 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說在接線過程當中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哇沒問題耶 這誰接的啊 怎麼那麼好 這個大概我們三年前接的 對對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插座齁 接觸的地方 都沒有漏童 這才是正確的齁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很多人的錯誤的做法 他會怎麼做 像我們有的朋友們 他會在撥皮撥線的時候 他會這樣子撥 撥掉以後呢 比如說他撥到這麼長 這個這麼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遠超過 我們剛才這邊的一個 一個目標長度齁 所以他插進去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漏出來太多 喔 這樣是不行的對不對 對漏童部分太多 就容易會有危險 甚至他後面會短路 甚至會有產生受腸 會發熱發燙啊 會氧化入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撥線太長 這是不對的 好第二個大家常常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我們在更換插座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會有人把 水線跟火線 接反了 就是我們講的水火反線 就是中性線跟火線 插錯的位置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插座的外觀 這個插座的話有一個 一邊短一邊長 長的地方是中性線 但你平常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子 把它督進去喔 是危險動作不要這樣做 這是中性線 是不會有電的 火線這邊是會有電的 好所以通常火線是要插在這個位置上面 譬如說我們現在 拉出來給大家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地方就是火線的地方 好它所對應到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就是火線 這是正確的做法 然後W這個地方是中性線插進去的這個地方 好白色這條是中性線 插進去來到這個地方 是中性線 那水火反接會是什麼一個情況呢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現在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短的在上面 可是如果 錯誤的做法會變成是把 中性線接到上面去了 火線接到下面去了 好這就是我們講的水火反接 這會怎麼樣嗎 水火反接大概就會有 一定程度上的風險啊 如果說萬一比如說 淹水 或者是說 有小朋友拿那個 一隻的不愛把 那你去 嘟這下面這條是有墊的 所以其實水火反接這個 是不是不ok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看我們剛剛的插座 對不對 一定會聯想到一個東西 對 接線嘛 接線嘛 是吧 沒錯沒錯 非常好 回答得非常的棒 好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一個浴室 對不對 我們之前頻道的影片裡面 是不是有教大家怎麼去 換排風機啊 換燈對不對 就居家上面都可以修閃 現在的燈有些東西 燈燈已經變成成叉式了 那就不需要接線 但有一些還是需要接線的地方 比如說像浴室 重燈 砍燈 然後或是排風機 需要接線 接線的時候 最常犯的一個錯誤是 什麼錯誤 這樣子接就是一種錯誤 請看 打勾勾啊 這種打勾勾是 江湖大忌 可是也是我們在查修的時候常常會看見的 不管是DIY 還是有些號稱自己是專業師傅的 都曾經讓師傅我看過這種 打勾勾的處理法 那正確的處理法應該是哪一種 應該是長這樣子 好 那講到接線 自然要 處理到延伸的問題是什麼 要包起來嘛 對不對 那師傅我也常常看到 有三種錯誤的方式 大家來看一下 好 第一種 絕緣膠布 隨便撕一塊 請猜茶茶茶勒 隨便壓一壓 銅線還外露 這個好像是我會做的事情 很多人常常會做 就交差了事了 好 再來 一個一個更扯了 第二種 透明膠布 殘繞法 就是家裡沒有電火布 隨便用一個膠帶去捏一捏就對了 沒錯 就是用來捏老婆的嘴巴 不是啦 好第三種 也是一樣 沒有最扯 只有更扯 牛皮膠布 用來黏紙箱的牛皮膠布 也拿來作為絕緣膠布做使用 有沒有 非常多 以上這三種都是 錯誤 那正確的應該要怎麼操作 如果你手邊有接線器 當然可以用接線器 如果你沒有 你要用絕緣膠布 當然就是要這樣子包 來大家仔細細看 從這個後端 到前端 都充分的殘繞 殘繞以後還收邊收回來拉起來 好重複的 兩到三次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殘繞的方式 那師傅如果你用 其他的膠布啊 你也用這樣的殘繞方式是也是不行的嗎 也是不行的 因為他的材料的特性不一樣 他就是用來絕緣 耐壓用的 甚至相對他會比較耐磨損 說不定還會拿 透氣膠布來包 怕他潮濕壞掉 透氣膠布 沒有比較便宜 協助散熱 OK我們看下一個 好另外一個常見的一個錯誤呢 我們剛剛是在浴室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陽台 還有我們的戶外 都會有這些插座 以及我們的廚房的水槽 周遭180公分以內 只要有插座的地方 插座的回路 都必須 搭載 漏電 漏電斷路器 所以我們常常發現的一個狀況就是 在這些的插座 是沒有漏電斷路器的 甚至有些原本有漏電斷路器 更換的時候 師傅們會告訴你說 不用啦 這個也可以啦 OK啦 甚至有些 一般的DIY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在更換的時候也要特別要留意 如果說是他是一般的110V的插座 那他可能就要必須搭配 一顆這種漏電斷路器 作為一個串連的使用 但如果是說 他是可以用到另外一種等級的話 比如說像下面這邊 這種的 這叫做 ENCV 無融絲開關 附加漏電斷路器 所以這邊有叫 TEST 按下去以後他就立刻跳脫 我們來按字給大家看 他就立刻 真的跳脫了 因為我們的燈 是監獄室的 監獄室 證明了 真的有用 監獄室的 有用 ENCV 好OK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更換 或是師傅來到你家 做更換的時候 請密切注意 這個部分 不要給他漏了 另外一個 在這種開關箱底下 還會容易犯了一個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整個都會晃動 完全沒有鎖緊 太鬆了 那正常的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們應該必須要把它鎖緊 我們這樣子轉 轉到底了以後 要這樣子一隻手握著 握好 另外一隻手底緊 用身體壓上去 扭緊 一起轉 撥住 一起轉 打緊 這樣才是OK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你搖看看 你看它會不會動 是不是完全不會動 一定要很緊 一定要很緊 甚至於說 如果你手邊 有這種的 電動起子 你也可以進去 把它多打幾下 頂住以後 好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才能夠確保 你的這個鎖點 是鎖緊的 不然你鎖點太鬆散 會容易燒毀 另外一個常常會出現的一個狀況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 無農事開關 是反接的情形 反接喔 對 怎麼樣叫反接呢 我們以最上面這個 總紮為例 通常我們這樣直視它 數字朝上 那當然就是正面嘛 那這前端就叫做 電源側 你可以說成叫一次側 或是叫電源端 電源輸入端進來 對不對 通過總紮往上送了以後 來到底下這些負載側 那接反是什麼意思 是把它的電源側 接到 我們的二次側 把負載側 接到 前面這一次側的地方 那這個反接的動作 一般我們在這樣子的 匯流排斥的開關像 比較少見 這個真正危險的地方 是在於那種 傳統的 橫式的 一顆一顆一顆 橫向排過去的 這種的 就很容易出現一個錯誤 當你把電源側 接在 二次側的時候 不知情的人 他會把 電閘給關了 他會以為 現在是沒電的狀態 去動這個二次側 殊不知 那是活電喔 萬一那是220的時候 你碰到說那個會產生 非常強烈的灼傷喔 不管是DIY的朋友 還是專業人員 你都 一定要攜帶你的電表 量清楚 看清楚 不要被騙了 好 講完black arm 對不對 我們後面延續的 就會有一個問題 叫壓接的問題 壓接也會有問題 有會有問題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 錯誤的方法 一般我們正常 我們在用壓接前 但如果他用偷吃布 他用pange就可以處理 然後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用pange 壓接出來的 效果 是長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壓接 非常的不平均 而且深度也相當的不足 再來就是說 他有一點被破壞的情況 所以他歪一邊 血一邊 你看起來好像都很牢固 感覺很牢啊 這樣不ok嗎 但是當通電了以後 開始發燙發熱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產生問題 是會的 甚至有時候已經把他叮到了裂痕 一受熱他會裂開 所以他就有可能導致你接觸不了 正常情況底下 我們當然都要透過這種壓接前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起來 這個壓接前 壓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 好你可以看得到 這用壓接前 壓接的效果 深度非常的深 然後受力非常的平均 牢牢的叮在這上面 這樣子才不會造成一些 接觸上的一些損害 所以大家平常 在施工的時候 務必一定要用這個壓接前 還是要買就對了 對對對 如果你是 請 師傅們來家裡工作 你就要注意看 他是用Penji還是用壓接前 各位這是什麼 插座 人起的插座 SLOT SLOT 這個東西 怎麼那麼緊 非常好 就是要緊 這樣很好 就是要有效果 好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有什麼常常犯的一個錯誤 如果剛剛好他在室外 中性線 需要 不需要中性線 我是反指標嗎 所以他是兩條火線搭配地線做接地 所以他不需要中性線 他等於是有點像正110跟負110這樣嗎 你可以這麼樣子講 但不正確 但比較好理解 所以我們正常來講他是橡尾角的問題 那他們會怎麼做 這邊已經有現成的火線了啊 他會不會 分接 並接一條火線出來 這個時候 他又有一條綠色的接地線 你接地線只是接地 不提供迴路 他就很天才 把這條接地線拔掉 然後跑去總開關箱那個地方 把綠色的接地線 接到中性線這個地方 等於說地線變中性線 對 然後 捨棄掉 這個原本的接地 引用 任意一條紅色或黃色 因為這兩條都是火線 這樣就變成110 可是這樣之後是正確的嗎 今天公佈這個手法 不是讓大家去學壞 是 讓大家去注意 會有人這樣子搞 第一個 不合規電腦 第二個會造成你的貝卡配向不均 會有人產生 誤動作 這次會影響到居家的用電安全 如果 你的聘請過來的這個水晶支付 他告訴你要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應該要勇敢的拒絕他 師傅我們今天做這一集啊 其實不外乎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還有你在實境暗場上 我們看到非常多人用一些 比較不對的方式 去做這些施工 導致可能居家安全 未來都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如果從安全係數上 他是大大的降低 大大的扣分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這一系列的減則 尤其你看 大家可以發現我們是 以電出發為主 是的 不管在做 或者是在 看別人做 你都可以有一個標準啊 就起碼你至少知道說這是不對的 魔鬼藏在細節中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找那種 物況比較有問題的 實際進入現場 大家應該特別有感 尤其是火燒過的 有人願意提供嗎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紫萊水店的內容 那如果對於今天這個 居家常見的 DIY 錯誤的項目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也有 其他的想法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是的 好記得 每週二期每週晚上進行整個收看 YouTuber財水店 掰掰 還有一個最大的錯誤 大家沒有發現 你說走去女巫主家嗎 那是對的 然後不是 那是對的 漏水修錯地方嗎 上網看看影片擦擦資料 然後發現做下去 就完全都不是 那真的很慘 在我還沒拍影片之前 就有一個客人 自己裝燈喔 就想做DIY 應該很簡單 你知道嗎 裝了兩個鐘頭沒有好 我們去現場 10分鐘就搞定了 這段意義在哪裡 就是要講糧食不很厲害 沒有 真正專業 喔 真正專業 真正專業 喔 真正專業